我们记录的是一位退休的联合国官员去安徽农村的故事 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 WTO已经成为中国人口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英文字母 现在报纸上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发问 中国加入WTO我们准备好了吗 然而当WTO这三个英文字母频频出自中国普通农民口里的时候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村的一种新气象 已经退休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波西曼博士 在中国的农村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今天是4月25日 2002必须脂肪酸与人类营养健康国际研讨会 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 大多数外国专家和学者 都是通过大会执行主席波西曼联系请来的 作为世界著名的动物营养学专家 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 波西曼目前正受聘于上海民营企业展望集团任技术总监 波西曼说 他之所以选择中国选择上海选择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里所发生的变化 他觉得中国进入WTO以后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 自己也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因而工作更具有挑战性 波西曼在上海有个新居 他打算三分之一时间在美国 三分之二时间在上海 目的是为了让最新的动物营养知识和技能能在中国推广 波西曼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有十几年了 到农村去为农民讲课 是他最热衷的一件事情 乐此不疲 他先后为农民做了一百多场养殖技术讲座 于是中国农民也多了一个老外朋友 波西曼 今天 波西曼要去讲课的地方 是离上海有数百公里之远的安徽农村 会场设在一所乡村小学简陋的礼堂里 然而这对波西曼来说并不重要 他看重的是自己又多了一次 与中国农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对于波西曼的到来 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已兴奋不已 毕竟老外来给农民上课 既新奇又难得一见 原联合过梁农族官员 美国大豆协会 是中国首席代表 著名动物营养学专家 波斯曼先生 来我正进行养殖技术 请谈会 大家欢迎 在标准老外来给我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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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多少年一切我就考虑了 进入大豆卢以后 农民这一块怎么办 光是大村搞农业是不行的 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必须种植养植结合起来 和生加工一条农生产 才出路了 大豆卢现在不是出库吗 你看赚来不见吗 是不是在各个国家都行 只要能为好 打到那个要求 才能出库来 你打不到那个要求 你出不了口 就不关心人家 我们国家在世界发展 是比较快的 在家庭方面 比较快 如果中国满足以后 你必须要出国 出国进入大豆卢以后 看你这个农残问题 解决不掉 我说是不要的 我看了这个新闻 国家现在都是这件事情 具体怎么做 我们还不清楚 我已经干了二十多年的养殖 这个讲座还挺的不少 一般讲座都是 什么飼养 什么欢迎 是这些东西 像这个层次没有 它是从阴阳的角度上 来讲的 动物是哪里本质的东西 这是养殖户的最缺乏 它这个层次的讲座 对我们国家进入 大豆卢以后 养殖是比较有利的 老是在停止 在院士的水平上 是走不出去的 像这样管下去 农民也才有喜欢 能够参加博士 来我们是讲座的 我们这些养殖户林 今天来的信息是特别高 讲座我们听人特别高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配方 进户林 我们的形状都有错 好好地帮我们 搞富裕起来 才能强大起来 现在市场竞争 我们也得给量竞争 波西曼给农民讲课 十分风趣 他能把一个很深的道理 用最简单的方法讲出来 有问必答 农民听着既感到亲切 又容易接受 我最后一边说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利用最自然的方法 就是太阳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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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